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学业压力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学生们不仅要学习各种知识 还要面对各种考试和比赛 学业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么,学业压力到底有哪些问题和影响呢? 又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学业压力的问题和影响 学业压力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包括焦虑、抑郁、失眠等问题 甚至有些学生会因此产生自杀的念头 同时,学业压力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让他们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甚至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 那么,该如何应对学业压力呢? 以下是几个实用的解决方案 首先,学生可以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 合理安排学习和娱乐时间 避免长时间疲劳和过度压力 其次,学生可以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 选择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如运动、阅读、听音乐等 让自己得到舒缓和放松 此外,学生还可以通过与家人和朋友联系 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情绪 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最后,学生可以学会寻求专业的帮助 如心理咨询、学习辅导等 让自己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支持 总结一下 学业压力是现代学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未经许多于学生面临的帮助 建议 working吧 感谢观看